9月20日 上海世博文化公园南区将正式开放 其中 黄浦江畔的48米人造双子山最受关注 上海市民在市中心爬山的愿望即将实现 近日 记者走进世博文化公园实地探法 此次开放的世博文化公园南区总占地65公顷 内部景观项目包括双子山 上海温室花园和世界花艺园 其中 双子山占地达30万平方米 由48米高的主峰和37米高的刺峰组成 山体种植7000多棵桥木 山体内部采用空腔结构 设置展厅 停车场 变电站等功能设施 是国内第一座高度超过40米的空腔结构人工仿自然山林 上海世博文化公园方面介绍 为保障游客登山的安全有序 开放后 双子山实行预约制登山 为了保障在大客流的状态下 广大市民游客的安全和体验 我们对热门景点双子山实行免费预约的管理手势 游客可以提前一天在公园的小程序上进行预约 那么我们把全天的参观时间封成了七个时段 游客在预约的时候可以选择自己想要来游览的一个时段 如果当天预约未满的话呢 可以在现场进行扫码预约 上海世博文化公园毗邻黄浦江畔 分为南北两区 总用地规模约两平方公里 公园从2017年开始建设 北区已于2021年开放 此次开放的上海世博文化公园南区 除上海温氏花园外均为免费游览 进入温氏花园内部游览需购票 此外公园还将多个世博会保留场馆改造 原卢森堡馆 原法国馆 原意大利馆 原俄罗斯馆等 被改成了餐厅演艺中心等 后续将推出一系列分履活动